再说一句,金融半通不通,他自己是吴越人,他就是欧阳修西域人,而黄耀斯是东方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他应该知道吴越人也念术的主义是什么?欧也子。欧或者是欧阳是典型的吴越蛮族性。 虽然欧阳是吴越的大酋长,他们在孙权时代和陈霸仙时代曾经是多少次跟官兵打过仗的,差不多跟湖南、四川的阮这个姓氏差不多,是造反派的大酋长,而他后来居然会说这个姓氏是西域人。 欧阳这个酋长的家族在南朝跟朝廷打过N多次仗,也有一些人做了朝廷的官,鸡弥州的州长之类的。 这个鸡弥州州长等于就是突厥可汗被皇帝封了有官,实际上从后来唐太宗的表现来看,实际上还是当作外国的。 例如,有一次他想去讨伐险夫人的丈夫冯氏,这个冯氏理论上也是他的一个州长,魏征就劝告说,凭什么要讨伐他? 唐太宗说,我的刺史的报告说他要叛变,刺史按照定义来说就是监察语诺官,但是在中原地区,他见见了监察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变成地方官的太上皇了。 但是从唐太宗的报告看了看,边区的情况仍然是这样,他只是个监察官,然后这监察官就报告,他被监察队想造反了,请唐人去打他。 魏征就说,就凭他的一句话题就这么说了,那么冯家的军队有没有跃出他的州讯呢? 魏征就说,没有呀。既然没有,那是没有召叛,肯定是你出来监察官去探工,想要乌海中粮,你想想到岭南那里去打仗,中原人民又要干脑涂地,推着小推车去运粮,要死多少人。 隋阳帝增高地死了那么多人,前车有劍,你天天说要以隋阳帝为反面教材,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做事跟隋阳帝一样死?他在这一片脑袋,很有道理,我不能被奸臣骗了。很明显,那些人其实就是附属国而已。 好吧,附属国的子弟也有一些到长安来当官的,就像是波斯国王的子弟也有到长安来当官一样,然后自然而然地从鲜卑戏那些一天到晚玩波斯女歌星、喜欢白人掌上的人那些鲜卑贵族眼里,东南亚人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从他的手的长度和脚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东南亚学者人的特点就是手长和身高的比例特别高。 例如,你在山东地方抽样调查的话,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手短。东南亚人突然是手长,什么叫手长?手长就叫圆壁,这就是他们的特点。 于是,你们既然住在树很多地方,很显然你们一天到晚爬树了,所以才需要这么长的手臂。你们长得好像猴子,皮肤黑黑的尖嘴猴腮。 跟我们伊朗人最喜欢的那种宽脸庞、高鼻子、深眼睛是很不一样的。看上去你们就比较像猴子,手臂又这么长。 所以说你们的祖先是猴子应该不过分,但是你们又有点像,所以说你们是猴子跟人的杂交,是不是很合理的?这样就把你黑得很彻底。 后来人就以为这是小说,这很明显就是当时的种族集市。唐朝和清朝一样是一个征服者的帝国,是种族集市是征服者帝国必然要伴有的现象,而杨吉江以南的东南亚蛮族一直是处在被征服者的地位。 所以哪怕你造了长安当官,还是有人不断地造你一个黑材料。而这些黑材料,因为它跟历史相差太远,证实了史官,哪怕像是晋书这样,动不动就会把诗说心语放进史书,把印度神话和传说换一个名字变成中国历史的这些作者,也觉得实在是太荒诞了,不适合放进史书里面。但是不能放进史书里面的东西,就作为小说流算下来。 稻州那些矮民,显然就是这些东南亚人。东南亚人的特点相对于鲜卑人来说很明显,一方面是手长,一方面是皮肤黑,身材瘦小,同时各自也矮,因此他们就被当成了禁贡的对象,当作侏儒送到长安城去给达官贵人去做奴隶去了。 当然,一个道中刺史有多少人吗?你当然不可能整部落怎么把他杀绝,肯定就是像是东非的奴隶贩子贩卖黑人奴隶那样,带一部捕猎队进入内地区墙几个人,或者是向那些到沿海海岸线上来卖奴隶、卖战俘的黑人球那里买几个,然后送一批到京城去。 而大部分东南亚部落不用说还是住在泥城比较远的山里面或者是水边难以到达的地方,从他们角度上,天上掉下一波野蛮人抢了我们一些人去做奴隶,再也回不来了,要不就是我们的部落跟别人的部落打仗,我们打赢了他们,抓了一批人,本来是他杀掉了,正好有人说出点钱买了,我们就不怕卖掉了。 从他们角度上,故事显得就是这样的。稻州和江南各州一样,统治是根本没有基础的,他们的统治就是一个刚果河口的贸易战。 这个贸易战的战党从皇帝那里得到一个赤死的头衔,本地也出产不了什么。不是本地没有物产,而是本地的部落人口不是编户起民,你没法对他们争租中庸条,但是皇帝不能让你白白地拿到他的好处,你得给他进贡一些奴隶制或者土特产制作为补偿,于是就出现了稻州民这样的现象。 谢谢大家。